它是明清两代共二十四位皇帝居住和办公的地方 是建于1406年 建成于1420年 占地面积约72末平方米 建筑面积约15末平方米 无数的宫廷迷案曾经在故宫上演 故宫也见证了积十位皇帝的权力更替和后宫斗争的迷云 后人对故宫是一辈子也研究不完的 哪怕是故宫的一团一碗也值得研究 比如 故宫的地团是用特殊土质加特殊配方制造出来的 它比一般团块要坚固 而且敲之有声 断之无恐 因为故宫的一块团的制造时间需要720天 其成本相当于一两黄金一块团 所以老百姓戏称其为金团 故宫的团现在作为文物 价值更是不止翻了一倍 据说 一对永乐年间的玉瑶金团的拍卖价格竟然达到了80多末 不得说 故宫厚重的文化底蕴为故宫金团的身价抬了不少 其实 故宫的地团下面还藏在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 是什么秘密呢 正还要从建国后的一次大地震说起 话说 1976年7月28日34分53.8秒 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了强度里是7.8级大地震 地震持续约23秒 数百里外的故宫也有受到了影响 虽然建筑物没有什么大的损坏 但是故宫太河殿广长等处的地团有些许断裂 于是专家派工人去享修 但是当工人挖出最上面一层的团后 发现下面还有还有一层一模一样的地团 专家门槐一故宫地下可能不止一层的团 果然经过勘察 发现太河殿广长地下竟然整整习奇的铺着15层的团 而且每块团的质量都是一样 专家们很是困惑 维持蘑菇宫的团下面会铺着这摩德地团呢 专家们通过翻阅大量文史和集体讨论 最终一致得出结论 故宫地下之所以铺了15层的团 就是为了防止刺客挖地道 进而行刺皇帝 这样一来 专家也无意间发现了埋藏在故宫地下600多年的秘密 看到这里 我们不得不佩服第一任故宫主人朱棣的用心良苦啊 修建故宫本来就耗时耗力耗财 地下还要铺上整整15层的团 那要多劳民商财啊 这还不算石膜 工匠在修建完故宫后 明成祖朱棣为了防止他们泄密 还将他们全独染 真是无独不天子啊 其实 皇帝的行为做事本来就不能用常人的价值观去衡量 故宫 一个聚集了600多年帝王之气的神秘地方 并不是大帝王之气的神秘地方 好的